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谓当今汉奸第一人的余茂春又出来坐实自己的这个名号了 结果这篇文章发布每两天就被404了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和余茂春2021年2月 曾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文章 题为中国的疏忽让世界付出高昂代价 副标题为北京痴迷于病毒但不关心生物安全 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说 中国忽视生物病毒研究安全 导致新冠病毒全球流行 历史逆时珍这个被404的文章说 余茂春以中国的疏忽让世界付出高昂代价为题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大放厥词 那么历史逆时珍这篇文章 为什么和那些发表与中国政府不同观点的意义文章一样 也会被404呢 今天的网络不易节目 我们就请美国民间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 李恒青先生进行分析 您好 李先生 你好 今日头条历史逆时珍这个账号发表的 这篇批驳前美国国务院的顾问余茂春的这篇文章 您是在今日头条上看到的是吧 对对对 我是朋友转给我的 您觉得这篇文章怎么样呢 您看了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这个文章挺有意思的 因为前一段大家都知道 中国对余茂春个人进行了制裁 他又要解释他为什么要制裁 他说他是中国第一大汉奸 但是我们那时候看了以后 说两句话 余茂春本身作为美国公民 他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 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应该说没有超出一个美国公民 或者美国政府官员所应该做的事情 我看完了以后 所以我才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你重要的是要看他的评论区 头条啊 他底下有好多的评论 你要看那个评论啊 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很多评论者啊就在说 太好了 这篇文章写着 看来余茂春呢真是个大汉奸 这是一种 更多的评论人的人员就说 终于知道了余茂春到底干了些什么 所以呢 这个你要是不解释 我们还不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啊 他已经把余茂春在这个美国这边 都从事了一些什么工作 都给他展现在那了 就不是原来的干巴巴的 就是你就是要去制裁他 可是凭什么制裁的理由呢 没有 其实没有任何的依据 所以呢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呢 这篇文章呢 已经被中国把他404了 不让人家知道 原来是想批驳余茂春 结果没想到呢 适得其反 让人家呢 感觉到余茂春实际上是一个证人君子 没有干一些什么伤天骇礼 侵犯中国或者是中华民族的事情 而相反 他所做的事情 实际上是正确的事情 历史逆时针这个账号 是在今日头条上发表的 我看了一下历史逆时针这个账号呢 是有4万多的粉丝 点击他的账号信息是显示在上海 没有说明是一个官方的账号 还是一个民间的账号 今日头条呢 是中国这个一个私营的信息平台 他有推送的各种信息 也有很多的自媒体 那么这篇文章 它是在现在在这个平台上被404了 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就是中国所谓的这些 比如说自媒体也好 民间的这些媒体也好 实际上都是被中国政府所监管的 而且是严格监控的 一旦呢 他发现了你做了一些 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共产党政权就会马上把你封靠 或者是马上把你删除 这个呢 都是他一贯的做法了 所以呢 这个民间的账号呢 或者是这个作者本人 他可能希望擦边球 把事实真相讲出来 但是中国政府呢 就会毫不客气的就来收拾你 但是呢 就任何事情直立包不住火 余茂春呢 你把他说成是大汉奸 把他的名字 从他们学校的这个荣誉榜上 给他抠下去 这些东西其实又能怎么样 就是欲盖弥彰 因为什么呢 互联网是有记录的 历史这些瞬间 都一个一个都被记录下来了 所以只能暴露出 中国政府自己的软弱 这个历史逆时针这个账号 那这篇文章实际上呢 以一种批评性的语气 但是详细介绍了余茂春的文章 中国的疏忽 让世界付出高昂代价 这样的文章呢 主要是谈到 疫情的追责嘛 新冠疫情的追责问题 这样的文章 在中国媒体上是 完全是禁止的 不会详细的说的 历史逆时针这篇文章 就是详细说了这个余茂春 他们这篇文章的详细情况 他用的词 当然是用批评性的词了 说他是大放厥词 说他活灵活现 这都是带有贬义的词 但是他把余茂春的观点 具体内容是披露出来了 比如说他也用余茂春的话说 2003年的非典的大流行 把中国搞得蒙头转向 于是大跃进的尽头又来了 发动了一个急功近利的大工程 就是全国动员起来研究病毒 然后呢 就说中国这个生化实验室之多 令人惊讶 全国上下有几十家研究病毒的生物研究所 像大跃进一样 急功近利 不注意安全 造成了另一次巨大的灾难 这些话本来是中国媒体上 或中国这个信息平台上 不允许发的 对对 历史逆时针又把这些话给重复出来了 所以有网友就提醒 历史逆时针这个作者呢 说你不应该这样详细的转述余文 这样实际上有传播的作用 这是科普吗 是不是描述的太详细了 是吧 所以你也相信是因为这个原因 历史逆时针这篇这个批驳 批评冒春这篇文章 反而被删了是吧 李先生 应该是 因为呢 疫情的溯源和追责呀 这件事情是中国的禁忌 因为这个是习近平他自己讲嘛 他这个他自己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的 对 实际上呢 是疫情爆发之初 李文亮医生 和其他的另外一名医生 都被公安局呢 约谈训诫 要求他们呢 自我的审查 所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使得中国和世界呀 都错过了一个最早的时候 能够阻止疫情蔓延的 这么一个最佳的事件 习近平对这个结果 全球的疫情的爆发 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责任至少一条 就是他在疫情之初 他不预警 不禁止当时的武汉的公民 到世界各地这个过程 才使得这个病情呢 在全球蔓延 2022年12月9号 由于西藏宗教团体成员 遭到人权迫害 美国宣布 对曾在西藏担任要职的 两位中共官员进行制裁 中国政府称 这种制裁为非法 并于12月23号 宣布对前美国国务院 中国事务首席顾问于茂春等人 进行反制制裁 制裁措施包括 不允许他们入境等等 那么在今日头条 这个信息平台上 历史逆时针这个账号 发表了文章 在批判攻击于茂春的同时 还详细介绍了 于茂春和他人和谐的文章 中国的疏忽 让世界付出高昂代价 于茂春这篇文章 剑指中国生物病毒研究安全问题 指出一些病毒研究所的 实验动物管理不善的问题 历史逆时针提到 这些都是于茂春在造谣 历史逆时针这篇文章 遭到删除后 看过文章留言的那些网络评论 也同样遭到了评比 这又说明什么 请继续收听 我们对旅美中国问题学者 李恒青先生的专访 李先生 也有一些 今日头条的网友留言 说是感觉看到了这篇文章之后 才知道实际情况 谢谢 讲了一些不知道的事 真相原来如此了解了 就是感谢历史逆时针这个作者 实际上让大家又知道了一个真相 也有网友这样说 实际上就是于茂春和美国前国务卿 彭彭奥他们发表这篇文章 历史逆时针的这个账号 又提到这篇文章 是说了一些中国的病毒研究所的厌世 是多么的不安全也不健全 还提到国际方面 比如说法国的一些专家官员 就是到武汉去发现 武汉的病毒研究所那里非常的不透明 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没有按照合同允许让他们去参观 还有美国的生化专家到了武汉去以后 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两名官员 到武汉病毒所去访问 接触了很多人 也是了解到这个病毒所的一些情况 像美国国务院报告认为 这个武汉病毒所的安全管理程序不佳 生化安全方面有很多的问题 还说中国的科学家在十多年内 发现了近2000种新病毒 而全世界花200年 才达到这么多等等了 就是这些信息实际上都是在中国 不能公开的 没有公开是吧 对对 历史历史珍那篇文章呢 用批判性的语言说了 学历史出身 编故事建长的余茂春 不顾世卫组织专家对阴谋论的辟谣 三番五次的炒作 所谓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说法 以抹黑中国 但是谎言重复一万次 也不会成为真理 这样话他也说了 但是我想这个用在他们身上最好是 还有一些网友呢 说是实际上呢 查明新冠病毒的真相是最重要的 希望能够尽早弄清病毒的来源 如果有问题必须找问题 病毒溯源搞清源头是当务之急 这也是一些网友的这个留言 是 所以呢 真正啊 中国的老百姓又不傻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呢 中国现在呢 在前一段时间搞了三年的封控 结果突然呢 就无预警的就放开 政府整个躺平不作为 所以这些呢 就是造成了现在的这个疫情呢 现在在中国蔓延 而且死了很多的人 所以正是因为这个 在中国呢 造成了非常大的迷怨 而这些中国老百姓 现在求天求不到 求地求不到 求政府更甭想 所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使得老百姓最后呢 非常强烈的这种愤慨和愤恨 中国这些网管 也是非常的敏感了 他们为了共产党的这个利益 所以呢 马上就封杀这些文章啊 还有的网友呢 就是对于历史历史珍这篇文章呢 评论是说 这些信息都从哪里来呢 正常媒体怎么看不到啊 还有网友说 此文能活多久 李先生 您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这个所长 所以你对中国这个信息的这个封控 是非常了解的 对吧 对对对 我们现在都被这个封控啊 当年呢 这个他们一直禁止我的这个言论嘛 在中国大陆传播 原来刚有这个互联网 那个时候我自己查了一下 我最早的时候啊 他们还没有封锁我的名字啊 然后包括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写的关于北京地下水 普查和利用的这个论文 我当时是北京市的中学生的 这个论文的第二名 这个文章都还在那个网上挂着呢 你现在你要再去搜 搜我的名字 搜什么文章就全没了 都完全被封杀了 为什么 他们怕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怕真相 因为他们都是要靠欺骗 来治理这个国家 欺骗来统治这些老百姓嘛 一旦大家知道了真相 那他们就没有办法 为所欲为了嘛 他们就是要用这种 欺骗的办法 继续维护统治 对于余茂春在推特上贴出的 今日头条网友给历史逆时针文章的留言汇总 有推特网友说 在朋友圈发布这些留言被删了 对于余茂春等人发表的 中国的疏忽让世界付出高昂代价这篇文章 有推特网友评论说 中国百姓需要更多这类所谓造谣的文章 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 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作出明确结论 新冠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 极无可能 人民日报评论员近日文章也表示 中国抗疫措施最大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 好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这次网络不易节目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网上转发我们的节目链接 我的推特和脸书账号都是小安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